下面我们介绍几道与经典排序算法相关的笔式面式高频题 以至一个几乎有序的数组 那么几乎有序是指如果把这个数组排好序的话 每个元素移动的这样的距离都不大于k 那么同时这个k这个值相对于整个数组的长度来说是很小的一个值 那么请问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数组的话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排序方法是比较好的呢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复杂度为b勾n的那些排序算法 比如说技术排序跟奇数排序 那么因为我并不知道这个数组中具体每个数值的范围 所以时间复杂度为b勾n的排序算法我们就不再考虑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复杂度为b勾n方的那些排序算法 比如冒泡排序和选择排序 这两个排序呢是我不管你的原始序列是什么顺序 它的时间复杂度都是严格的比较n方 那插入排序呢实际上在这道题里面其实可以做到很好的程度 为什么呢 因为插入排序每一个元素它最终移动的距离不会超过k嘛 所以插入排序在处理每个数的时候 它向前插入有序区的这样一个距离也不会超过k 所以呢如果用插入排序进行排序的话 对于这个数组来说它的时间复杂度 它是不会高于b勾n乘k的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复杂度为n乘logn的那些排序算法 比如快速排序 快速排序实际上和原始的这样一个顺序也是没有关系的 反正我是随机的选一个数 然后以这个数对整个数组进行划分 划分出的两个部分呢在分别进地规 规并排序呢 依然是和原始顺序没有关系的 把所有的组都打散 然后小组和大组 大组再和更大的组 最终使得整个数组有序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快排跟规并排序 对于这个数组来说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b勾n乘logn 那么这条同学答案呢 实际上是一个改进后的堆排序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知道排序之后每个元素移动的距离不会超过k 所以整个数组的最小值 它一定是在位置0到位置k-1这个范围里的 那么我们首先就把位置0到k-1的这k的数 组成一个小根堆 那么这个小根堆的堆顶呢 肯定是整个数组的最小值 我把堆顶弹出放在数组的位置0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元序列的位置k上的数放在小根堆的堆顶 然后对这个小根堆进行调整 那么数组第二小的数会作为此时小根堆的堆顶出现 我就把堆顶放在数组的位置1上 这样我每一次都把一个数放入小根堆 进行调整之后弹出一个堆顶 那么弹出堆顶的顺序就是整个数组从小到大排序之后的顺序 那么每一次弹出一个过程 调整的过程都是在大小为k的这样一个小根堆里调整的 所以每次调整的代价呢是log k 那么一共呢 要不要排好n个数 所以整个的时间复杂度是b勾n乘log k 给定一个数组 判断这个数组中是否所有的数都只出现了一次 没有重复值出现 要求空间复杂度必须为b勾1 这条题目如果没有空间复杂度的限制 实际上我们是应该用哈锡表来实现的 用哈锡表在便利数组的过程中统计每个数出现的次数 我们就知道是否所有的数都只出现了一次 判断是否有重复值 如果是加上了空间复杂度必须为b勾1的情况下 实际上我们是应该先把整个数组进行排序 排序之后相等的值会贴在一起 这样的话我在便利一便之后 我就可以知道整个数组是否出现重复值了 那么接下来就考察的是 在空间复杂度为b勾1的情况下 怎么实现一个最快的排序 那么我们根据之前讲过的经典排序算法 空间复杂度方面的知识 我们知道应该选择的是堆排序 但是大家在书上包括网络上提到的堆排序 大部分是基于地规实现的 堆排序如果一旦用地规实现 它的空间复杂度就不是b勾1了 它变成了b勾LogN 因为地规函数它是需要用函数站 也就是调用站来实现整个地规的过程的 那么它使用的函数站的大小 实际上是整个堆的层数 所以这道题目 大家应该改出一个非地规版本的堆排序 给定两个有序数组 把两个有序数组合并进第一个数组里 第一个数组的空间正好可以容纳所有的元素 那么这道题目我们直接用举例的方式来说明合并过程 那么假设有序数组a为246 有序数组b为135 那么在a数组的后面还有三个额外的空间 那么首先是有序数组a的最大的元素6和有序数组b的最大的元素5进行比较 那么6比较大 于是6就拷贝到数组a的最后的位置上 接下来是4和5进行比较 发现5比较大 于是5就拷贝到数组a的倒数第二的位置上 依次比较所有的数 直到有序数组b完全拷贝进数组a 那么数组a就是整个合并后的结果 那么这道题的关键就在于 我是从后往前进行覆盖数组a 这样可以保证数组a的有用的部分 不会因为我合并的过程而被覆盖掉